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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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咦?CMSK好像要聘請人 看看有沒有說位對我 原來是聘請客服 不過客服那麼悶 有沒有什麼前途 我還是不應徵 你這樣想就不對了 在這個年代 新式的客戶服務 加入了數字化的幫助 現在的新型客服 和以前的傳統客服 已經有很大的分別 CMHK為期兩年的 全新客服管理培訓新計劃 就是想招聘一些 有以客戶為中心理念之餘 對數字化科技充滿熱誠 又喜歡接觸新事物 或者推動新改變的大學畢業生 這樣有幾個新意 我可以在這個 新客服管理培訓新計劃中 學到什麼 那就讓我 Robot小儀慢慢告訴你 在這個培訓新計劃中 你可以熟悉 CMHK客服的不同業務 包括服務營銷管理 教你如何組織不同的銷售 服務活動 如何透過系統優化 或者流程管理 去做好服務運營支撐 全量客戶經營 以多維度方式去加強客戶黏度 服務品質管理 多媒體客戶教育製作 和很多數字化轉型發展的項目 除此之外 在這個計劃中 會有管理層專門 去輔助和指導你 分享他們寶貴的經驗 令你可以學習成為一個管理人員 你還有機會參與 CMHK 接下來一些重點的 客服發展項目 由項目策劃 協調 到項目推出 你可以在不同的環節中 發展潛能 學到一系列 暫升的 客服管理技巧 和實戰經驗 最重要就是這個管理培訓新計劃的 晉升機會很好 你只要完成第一年的計劃 就可以晉升為客服主任 完成整個兩年的計劃之後 如果你的表現優秀的話 還有機會晉升做助理經理 嘩!真的很吸引 又多東西學 晉升機會又好 那我可以怎樣報名 你只要在4月15日之前 素描以下QR Code 遞交申請就可以了 還快點把握機會 密室良機